非洪泰 邱太元委員 尷尬到連忙道歉 洪泰還是太元傻傻分不清 謝謝有請 現在先介紹剛剛出席的委員 謝伊鳳謝委員 高嘉宇高委員 看著講稿介紹到場委員 吳慎穎還是很卡 其實會議還沒開始前 他就大遲到 委員今天要去杜拜明天的國籍 就要公布你又怎麼搞 表定9點召開未還委員會 審查會議 這是吳慎穎被提名副首後 首次以招委身份主持 事前功課顯然不夠 而敏感的雙重國籍爭議 也將在5號見真章 但不到24小時 吳慎穎卻要非出國 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遭質疑難道是刻意出國避難 這樣的方式 未免他還穿著附會 因為他要去COP28參加 是很早以前就報名 我記得好像一個多月前 9月的時候就報名 那個時候吳慎穎委員 就是一個陽春立委而已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將在杜拜舉行 而立法院也將派團出訪 4號晚間11點40分 由桃園機場統一出發 將在9號下午3點回國 吳慎穎也將代表民眾黨出國 觀摩但多了個副總統參選人身份 走到哪維安人員都大整仗 光進立法院就有六個維安 在外守候隨時緊盯 這樣的高規格難道也要通通帶出國 立法委員的身份去參加COP26的時候 我認為他就應該以立法委員的 這維安的成績喔 那今天他如果是以副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去參加COP26 當然就會有這樣子身份上面的疑慮 那也會造成民眾對於 就是說當你是用副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出訪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在立法院就要請假 雙重國際爭議還沒落幕 吳慎穎出國參訪 再野生危言問題 靜新聞報導 大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 文方 organism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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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